有生之年呢,我有一个夙愿 就是把我收藏的龙山文化玉器 用毕生的精力推到一个高度 让龙山文化的玉器发扬光大 最后这些东西得到一个认可以后呢 我会把它捐给需要的博物馆 或者是自己未来建一个博物馆 让它弘扬下去 那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2000年开始收藏古玉的时候 得到的第一件玉器 就是一件素面的龙山文化玉器 2000年到05年这段时间呢 我还是始终在收藏着一系列的玉器 正是因为收藏和盘玩 这个时期的一个玉器呢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关于这个玉器入土以后 形成的各种特征现象 在这个时期 从这些东西上 学到的 所以说我对这批东西呢 有一个相当深厚的感情在里面 第一 这些东西是我的老师 第二呢 当我收藏了上百件 甚至几百件的时候 就忽然感觉到 这些东西根本不是我的了 以现在的状态 我消化不了 我也承受不了 我就萌生了在有盛之年 继续推动龙山文化的发展 从而让官方来认可这批东西 认可了以后 我会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宣传 最终让他躺在博物馆里面 接受世人观摩 传承弘扬